接下來的話 畫面借給我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們一定要慢慢習慣這個環境 叫Video Basic這個環境 記得怎麼打開 然後寫程式就寫在模組裡 OK 那另外當然你想說 老師可是這個模組 是上個禮拜那個錄製劇集自動產生的 其實你只要錄製劇集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 Module 1 但是你想說 那我們程式應該寫哪裡比較好 其實有兩個 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寫在下面 第一個嘛 第二個你繼續寫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如果不想寫在一起 你可以在這個模組再按一個右鍵 再插入模組 它就會產生 Module 2 你另外寫在一個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看你高興 怎麼寫都 那當然你也不要沒事 插入太多個模組 反正最後有同學一直在插入模組 然後一直在寫同樣的程式 最後他找不到 原因很簡單 原因是因為他把他蓋住 他不知道說下面原來有一堆 結果他又按右鍵 然後又插入模組 然後就一直找不到 原來在下面 所以記得這個環境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一下 你就知道你有模組了 因為之前他不知道 老師我程式不見了 原來在這裡 另外模組怎麼關 這邊可以關有沒有 關閉視窗 裡面這個叉叉 有沒有 這邊OK 那你要開怎麼開 點兩下我就開了 大概是這樣吧 很簡單的 反正就是 記得這個簡單的操作 另外還有啦 同學就是 之前遇到的問題 大概講一下 這個 專案準管不小心關閉了 因為 特別注意 沒事 應該不會有人想要去點這個吧 但有時候手癢就把它按一下 哇就完蛋了 他就這樣 就關掉了 不見了有沒有 這個不見了 這也不見了 就變成這樣子 他就覺得壞掉了 結果沒有啦 OK 他就很緊張 老師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啦 他想說要不要重灌了 以後你找不到那個東西 你就從哪邊找 檢視裡面就有了 OK 那檢視基本上 在Windows裡面 其實就是把某個視窗叫出來的意思 把某個版型畫面叫出來 其中的話 那個叫什麼 專案總管 下面這一塊叫什麼 叫屬性視窗 OK 所以 只要把專案總管叫 其實屬性視窗現在用不到 所以你不叫出來沒關係 那如果你要把它叫出來的話 也可以 但是它會蓋住 你把它往下拉 這樣就OK了 所以慢慢習慣 你要開程式的話 就直接打 就亮一下打開 這樣就可以繼續寫了 OK 所以慢慢習慣了 其實VBA也沒有很複雜 大概就是這些基本操作 OK 那當然如果你想說 那跟其他的程式語言比的話 有什麼差別 比如說像什麼 Python現在很夯的 像R啦 像Java啦等等的 其實我是覺得 VBA有一個 非常方便的地方 就是呢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安裝 你只要把開發人員打開 你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那寫什麼寫 就按右鍵 插入模組 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那就可以RUN了 OK 但是如果你跟其他語言比的話 其他語言光安裝環境 哇 那就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OK 而且要設定很多地方 然後還要做很多的一些程式語法 OK 那當然相對的 比起來我是覺得VBA這一點 倒是相當的友善 因為像以前 我要寫一個東西好了 裝一大堆東西 後來我發現 算了 我剛才開始 只有直接打VBA算了 這事情就做完了 不然的話 你要用別的語言寫 光每次都要安裝環境 那是一個很累人的事情 OK 那再來的話 你大概習慣一下 我是覺得 這個操作環境也不會說太複雜 可是如果你學其他語言的話 哇 那你要記很多地方 我覺得設定還蠻複雜的 雖然我們自己用是 其實習慣是OK 但是我覺得對初學者來說 一下子要記這麼多東西 頭都暈了 OK 所以尤其像程式設計 為什麼很多人很排斥 因為光一上課 哇 老師就講一大堆東西 然後很多老師其實也不一定 不會錄影的吧 OK 然後也不一定會有雲端 所以要叫你把它通通記起來 然後會可能記得起來 我們都記不太起來了 更何況 OK 所以我盡量簡單 反正你該記就記起來 你暫時先不需要知道 我暫時不告訴你 沒關係 如果你有需要 你再問我也可以 我會把比較重要的功能 跟各位做說明 大概是這些 應該可以知道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乾脆 我就用再插入一個 module 2 我們就寫在這裡 那待會的話 我不是用錄字的 我是要自己寫 那要寫什麼動作 接下來的話 我要寫 比如說我今天好了 希望把公式丟到這邊來 那當然呢 現在公式這麼多 那我假設 我們先寫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這邊的話 其實有兩段 各位可以看到 第14頁這裡 第一段的話 叫做門號公式 就是輸出那個門號公式 到指定的儲存格 那一個是清除 所以這邊有兩個SUG 我先把這兩段 先貼到這邊來好了 假設我們寫完的樣子 長這樣子 那其實我執行給各位看 先清除好了 因為這邊其實功能很簡單 底下清除是門號清除呢 其實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就是呢 把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清除掉 那如何再把裡面的公式再丟回來 就是上面這個 執行的話上面有一個執行 有沒有 他就亂了 也就是說啦 這個是清 這個是在放 把公式放進來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他的架構 第一個的話 他一定是SUB 這個無庸置疑 這跟剛剛一樣 所以也許叫門號公式 然後底下的話 一個門號清除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 我們一定要學的一個物件 在ESA裡面最重要 最基本的單位就是儲存格 那我要怎麼樣去指定儲存格裡面 放什麼東西 有沒有 那實際上他的語法很簡單 放什麼東西寫在等於的後面 那他就會把這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空字串 實際上在那個什麼呢 文字裡面就是清除的意思 就把它清掉 那等號在這裡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東西丟到這裡 的意思啦 那各位可以慢慢 可能要記第一個物件 很重要的 儲存格 那儲存格 它有幾個特性 所以喔 待會兒我們來寫這兩個 要怎麼寫 我們先寫清除好了 所以喔 待會兒也許你先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SUB 所以這個先把它刪掉好了 我們重來 所以一一請你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沒有Module 2的話 2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 打上先清除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 輸入一個叫SUB 空一格 門號清除 打這樣就可以 然後按Enter 那你會發現 你打Enter的話 你只要記得 你只要記得SUB 就是那個按鈕的名稱 然後它叫什麼名稱 後面刮符不用加 後面刮符不用加 你直接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Enter 那再來的話 你把程式寫在這個SUB 跟EnterSUB中間 那寫什麼呢 那寫什麼呢 我要把這個儲存格清掉 這個儲存格清掉 我們要的寫法就是 跟他講說 哪一個儲存格 特別是喔 哪一個儲存格 它叫Sales Sales 其實指的是 整個工作表全部的儲存格 那我們要的指的是 哪一個儲存格 你要告訴他 那你加一個錢瓜圖之後 它會顯示說 Row Row是列 Index 白話意思是哪一列啊 OK 哪一列 那我們可以看 第二列 所以跟他講 第二列 痘點 它會跳出底字 Colin Colin 哪一籃啊 哪一籃的話 有幾種敘述方法 你可以輸入5 後瓜圖 這樣的話 意思就是 我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1、2的儲存格 但是 這個敘述方法 有一個比較不容易理解的 就是這個5啦 因為如果那個藍 每次用5的話 A、B、C、D、E 然後算到1 原來是1、2 所以一般習慣是 把這個改成一個文字 就是用1來代替 這樣是1、2 OK 那意思是 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幫我清空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空的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你把它執行的話 這裡面的資料就清空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再把公式放回去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這個 這三行程式複製之後 貼到底下 那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 這邊改成叫 門號公式好了 OK 放個名稱 反正就是把那個公式 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那怎麼丟 你現在如果這樣執行 它還是空的 那再來的話 你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雙銀號裡面 直接就放那個公式就可以了 OK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在VBA裡面 它這個雙銀號有沒有 它是指四串的開頭跟結尾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把這個公式 我把它往上拉好了 把它恢復一下 這個公式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公式 如果我直接把它複製好了 OK 貼到那個雙銀號裡面的話 會發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公式裡面呢 怎麼樣 也有雙銀號 那如果你把它貼上去 其實等一下我們其實只要做這個公式 就是把這個公式 貼到這個雙銀號裡面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要做這個動作 但是喔 待會兒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Nila移開的話 它會confuse 什麼 因為喔 你這個雙銀號 在VBA裡面是文字的開頭結束嘛 可是你的公式裡面 又有很多的雙銀號 它就搞不清楚了 到底裡面那個雙銀號 什麼東西啊 它看不懂了 所以喔 我們為了要辨識這個問題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要把公式加到這裡來之前 記得要把這個公式裡面的雙銀號 一個要變兩個 也就是變兩個雙銀號 它就知道說 如果你是兩個雙銀號的話 那是公式裡面的雙銀號 可是呢 如果是一個雙銀號 那就表示VBA 這是規則啦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反正是規則 那你想說怎麼改喔 其實之前我是這樣改 貼上之後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看到這裡面的喔 有沒有 雙銀號一個 我就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有沒有 一個變兩個 其實就這樣改 但是後來我發現喔 這樣改喔 有個缺點 很容易改錯 漏掉了 有沒有 這邊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六 太多了 十個啦 大概十個 其實慢慢改也OK啦 可是喔 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更簡單 一定不會錯 因為剛剛那個方法喔 我發現 還是有同學會做錯 那你們可以叫那個什麼呢 叫我們 有一個祭事本好了 在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不是一個祭事本 那我教各位喔 這是我想出來一招 因為我以前我自己改 我發現我常常也改錯 那如果我想說我自己都會改錯 那更何況別 然後後來想一招 哪一招呢 取代 有沒有 一個 變兩個 OK 然後再按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中間 這樣子呢 保證呢 一開呢 一定不會錯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是我後來想到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一招 還蠻值得記的 而且這一招的話 一般書裡面也不會這樣 OK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這個的話再執行 你會發現喔 這邊是空掉有沒有 這樣OK了 就沒有出錯了 所以喔 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先寫一個清除好了 清除比較簡單 再把公式丟進來 那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喔 很聰明 有沒有 你這裡面公式喔 有沒有這個雙以號 兩個對不對 丟過來之後呢 他就幫你轉換成 又變一個了 所以喔 裡面如果是兩個 他就喔 這個是 你那個公式裡面的雙以號 那我就把兩個 幫你轉換成一個 那我也可以區分 這個是裡面的 那外面的那個也可以保留 就不會混亂 這個是一個規則 所以請各位把它記一下 OK 那剛剛的那個部分喔 如果你擔心會打錯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 雲端百板第十四頁這裡 我這邊有一個圖 那當然你現在只有一個啦 那可是問題喔 我們現在喔 有這麼多個 第二列有沒有 理論上坎錯向下 砍數向下應該到101嘛 那你想說那老師那下一個怎麼辦 岂不是你還有什麼 對你要重複嘛 但你不是傻傻的這邊再加一個3 有沒有 如果你在再複製一個好了 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Sales 23 好了 如果執行的話 有沒有 那4的話呢 再一個嘛 再複製一個 那你岂不是要寫程式要總共要寫幾行嗎 哇第二到100 哇要寫100行 那沒有人傻傻的這樣寫 所以待會會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程式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迴圈 迴圈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固定的嘛 它的範圍一定是從2到101嘛 所以你只要跟它講說 你等一下幫我重複喔 做2到101的這個列 那我只要去變那個2到101的這個數字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樣 它就會幫你全部做了 等一下怎麼做 我們來看 那個4圍圈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第14頁的地方 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齁 小鐵光 請大家看 小鐵光 感谢观看